奔铁 羊虫达人 警员 土等 售后 强力追阿西托帕他终于来了 相信托帕的冷气毋庸置疑 就像吃屏幕前的弹幕一样的多 然后把托帕播外玩到端府带动名上 本视频就要为大家体验解析下托帕 并解答一些端于托帕机制与强度的问题 投币10经验 转发5经验 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 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 顺便点了赞 还在想要角色 记载一波抽塔欧气 3年端中武教 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星球体到最强动略 托帕 火元素 巡猎 命途角色与警员类似 都是一套招务打输出的角色 不过他不仅自在追加短 而且每次的战机 以及队友的追加动机 都让战斗的行动提前 就前段中的画面来看 这大招效果说是有点太强了 新周五星评论家麦特警员曾说 当我看到战战的奈特 我就知道神军要倒下了 此外托帕的大招 还得战战提供增伤以及爆伤加成 大幅度提升战斗的输出能力 除了单身输出角色之外 托帕还得凭借自身50%的追加异伤 作为追加短路队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异伤只能对敌方单体生效 所以对情情况下会相对激烈一点 特取剑异如下 大招式自身情况决定 所以你是哪一种呢 无论托帕是打什么位置 天赋都是托帕最核心的能力 附带证明效果 大招裂成战斗的标记 他出手作为东击拥有待状态的敌人 此外 我方的追加东击命中拥有待状态的敌人时 都会得这样的提升拉条效度 这对某神来说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呀 需要注意的是 实际中只会存在一名拥有附带证明状态下的敌人 大家只能击杀敌人或使用战机转移附带证明状态 战机是托帕转火的主要能力 使用后不仅可以将附带证明状态转移的指引敌方 还可以让托帕立即发送一次东击 而且这次东击被视为追加东击 能够吃到追加一伤 换句话说就是 警员放完战机后 神军立刻出手 托帕的大招并没有直接的输出 而是会给战杖提供增赏与爆伤加成 它会大幅提升战杖的输出能力 此外 他以大招后 队友的普通战机 大招命中携带负载证明的敌人时 都会使战杖的行动提前 至于追加三野能不能提前 还需要实测之后才能知道 大家耐心等待吧 而托帕的秘境 明布解释是大事业的神 进入地图后 战场就会出现在托帕身边 不仅能搜索附近的宝箱的铺满 还会惊动其他铺满 此外 这的秘籍是全游 唯一移的不需要消耗战役点就能抬起的技能 不过大家倒也不用为这的能力特一下池子 毕竟星铁现在的宝箱还是非常容易找的 目前来看 托帕的战技主要是用来得战场拉条 充能或转火的 如果只单单辅助的话 则优先拉满天赋的追加一伤 而如果担任副锡或者阻锡的话 则需要点满大招 所以天赋大于大招 大于战技 大于普通 因为托帕是冬鸡加双暴类型的输入角色 且战场和神军机智类似 在初二时才吃到托帕的冬鸡 双暴全部正当效度 最好能用些选择这三种属性 五星首选专武 烦恼者 幸福者 骑士特选黑打装追 星海巡王或者艳青专武 奴隶憨眠 事情推荐论剑 被选唯有沉默 其他装队对托帕来说 多少都有点问题 仪器视频方面 1.4版本外圈推荐4火套 能够提升火伤 以及战技增长效度 生气而托帕 不过五星正建议大家 1.4版本 先使用恶火二枪手墮度 此外也可以选择恶火二性死 速度拉上来之后 托帕能通常多动帮助战场拉条 进一步提升阵容整体的 战场速度以及战场频率 内圈推荐使用4R索图 主持人推荐 东击神 火伤球 双爆1 速度鞋 选择速度鞋是因为托帕的战技 可以增加战场的出手四处 速度突然的话 托帕可以轻松实现一轮多动 提升速度频率 副材推荐 双爆大于百米动机力大于速度 托帕的机智与塔塔类似 既是追击特化的一伤辅助 还能担任刀伤害的追击输出 所以配队上应该优先选择 同样能追击的队友走双合路线 当前版本比较适配的队友有 警员和特拉拉 这里就先给他推荐三的阵容 一托特双合队 特罗域阵容多强 相信不需要武教多说吧 特拉拉自身不仅伤害一刀耗点少 而且单回合还在触发多次追击强化 反击的剑射能稳定触发战争加速 阵容整体伤害输出更加平滑 二托颈双合队 阵容中托帕复的敌人提供追加异伤效果 来间接提升警员的伤害 此外托帕自身也能打出较为特段的输出 虽然队伍总体追击频率一般 但是警员本身伤害充足对群强力 在爆发方面正胜一筹 三托帕三宝翼 这个玩法主要就是将托帕弄到警员来玩 三短于最大程度的提升托帕的伤害 对单也能发挥出比较不错的效果 但是对群就比较差劲了 这人也不是非常建议大家这么玩 但是有这个阵容就算在提嘴 所以你觉得托帕强不强值不值得抽呢 这里大概也要做所有三连端住的兄弟们 让你单抽出金 托帕强的角色装罪